Om Ma Ni Be Me Ho Om Ma Ni Be Me Ho 一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 就是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树呢 做这个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旗下 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 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 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经部啊 稍微就是往前伏 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 也不能就是左右都外 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的话呢 就是见比的话呢就是后仗 或者说是素仗 第六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即时必见 第七个呢就是舍头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呢 先就是在你的这个素食的坐点上呢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 稍微就是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那个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国金刚书衣啊 就是压着这个坐臂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臂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呢出三次个气 对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个贪心为主的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其地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双数度这个做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其地的方式来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这个延祁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欲言 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唸佛菩萨的这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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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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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也说一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以后每一节课 在问法的时候 大家也尽量的如理如法的听书佛法 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如法 佛法的功德得不到 我们所行事的一些法性和行为方面 也应该要记住 尤其是我们法性相当的重要 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的法性如果没有是百号 也就是说我们的法性的东西 没有称为善法的话 那它所作所为都不能称为 是真正的解脱的因 所以我们修持佛法当中 有些都变成了真正的解脱因 而且这叫做是谁解脱分善根 有些呢就是变成了一种福德的 就是转为人天善去的 那么这种我们称之为是叫做 谁福德分善根 还有一种呢 这种业是不能变成任何一种善业 也有这样的 还有变成这个恶业的 这样也有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文思修行 但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即生的理由的话呢 那开启学行门队当中也已经讲过 就即生的利益应该能得到这个成就 但是过了以后呢很有可能 就是转为恶趣的因 这个矫正呢大家也应该记得清楚的 所以我们依靠善法呢 尽量不要造恶业 这是每一个修行人一定要记在自己的心里 那么按照大臣的观点来讲呢 当然是这个发心也是相当重要的 当时我们也是给大家提过 无足菩萨的这个阿比达摩 就是大臣阿比达摩论当中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比如说就我们这个三个人呢 就是同时吃一顿饭 但是吃完了饭以后呢 就是一个人准备就是杀僧啊 就是做恶业 另一个人呢就是他就不做什么 只是吃完饭以后呢 他自己就是做自己的一些无际的事情 说是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心持善法 那么这样的话呢 刚才我们这个三个人吃饭的话 那个饭的本体呢就是三种业 就变成三种业 刚才杀人的这个吃饭呢 就是实际上是杀害这个人啊 或者是造恶业的话呢 刚才他的吃饭呢 这种动作呢也变成恶业了 如果我心持善法的话呢 那么我的这个包括我的行动 和我的所有的这个动作呢 就是变成这个善业了 就变成善业 所以说呢 平时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听闻佛法 听闻佛法呢 你就就是住路啊 就是到哪里去的话 当时的你的行动呢 就是全部都变成这个善业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这个状态 就是这样去的话呢 那就是你的这个行为呢 就是一种无际法 大家这个发心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就是听说如菩萨询论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法呢 你一定要想 我这次听法 并不是我自己就是发财 或者是这个圣观啊 或者是得名声啊 不是这个的 一定要度化众生 就是度化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获得佛国 获得这个菩萨的国位 实际上唯一的目的 就是度化众生 这一点就千万不能舍弃的 第一个原因呢 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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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情我要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从明天开始呢 应该这个修行的方法上呢 首先是修一段时间这个皈依 就是皈依 皈依的修法呢 我记得大圆满信息修习 实修法当中也是有的 如果你们这个书没有啊 或者是记不知的话呢 大概怎样观想 就是在自己前面的虚空当中 观想那个四字座 四字座上面呢 就是这个莲花和日月 就是莲花和日月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就观想自己的上师 自己的上师的形象呢 如果你对自己的根本上师 信心相当大的话呢 就他的形象不改变也可以 如果你对这个自己的上师的信心呢 跟这个佛菩萨有一点差别的话 顺便观一个释迦牟尼佛啊 或者是一些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都可以 然后观想啊 就是自己的佛陀 跟四方浩瀚如海的诸佛菩萨 以及空心护法中无二无别 就是或者是这个自己的上师呢 就是跟四方三世诸佛无二无别 然后他的诸位呢 就是浩瀚如海的 所有的这个空心护法身 就是所有的这个深尊归异性呢 就是围绕着他 然后我们在他面前 就是我们在这样的归异性面前 在上师面前呢 一心一意的 就是像这个我今天呢 就是一直归异 那么归异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大致归异的目的 就是为了度化众生 这个这一句话呢 我们说的时候也是经常要说 所以我课堂上呢 每一次的可能说的多一点 很多老同学的话呢 有点这个深淵犯性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是我以前也要说 现在也要说 未来也要说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一点放弃了的话 那我们不是大臣修行人了 而且我归异的目的 就是这个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刚才这个 呃 观想这个自己的根本上师面前呢 就是我要这个 为了度化一切众生 就是这个归异你 那么从现在开始 来自甚甚甚甚 我不设计四方三世诸佛和包括自己的根本上师 一边这样观现 一边呢 呃 这个祈祷啊 就是祈祷的话呢 我们经常 呃 如果按藏文来念的话呢 就是 拉玛拉斯加尊修 唐迪拉斯加尊修 唐迪拉斯加尊修 连能拉斯加尊修 这样念诵也可以 如果这个不会念的话呢 那么呃 就是这个 这个皈依舌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神 就是这样呃 就是四皈依吧 就是四皈依 上我想呃 就是一直这样念诵 最后念诵以后呢 呃 就最后要接受的时候 呃 自己就是 就是他一切众生都变成 这个融入这个三宝 三宝也是最后都融入这个 自己的呃 诸佛菩萨 无二无别的根本上师 然后尊根本上师呢 也如意不远的法界当中 在这样的 无有任何执著的境界当中 要安住很长时间 最后呢 就是回向善根 咱们呢 咱们 以后呢 你的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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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 译 咱们 我 咱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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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入菩萨心论》一方面是理论上也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有必要的 没有理论的话也不行的 但另一方面主要实修为主 实修和理论相结合 为什么这样呢 我们的佛教大家一定要明白 什么叫做佛教呢 佛教就是有教法和正法 那么教法的话就是语言文字 法本 这些都是所谓的教法 所以我们这个念诵啊 传诚啊 这些都是属于在这个教法当中也是可以的 然后真正的正法是什么呢 真正的正法呢 佛陀的教法的这种意义呢 在我们终生的心的相续当中存在 这就是正法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入菩萨心论》的教义呢 你听到的时候呢 这叫做教法 然后光你听到不行的 然后你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 为了增上自己的菩提心而继续修持 那么继续修持多长时间呢 就是你的相续当中呢 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的正法 而真正的佛教呢 就是具有这个法相的善者是传说 传说以后呢 就是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这样这个修持 比如说我们要求呢 每天这个上午呢 半个小时这个修持 就半个小时修持 修持的话呢 你的相续当中呢 真正对这个佛法的意义 一直这样思维 如果有半个小时的话呢 那就真正的这个正法存在 所以呢 大家一方面 我们对这个理论呢 就是必须要懂 一方面呢 就是自己的修行 这个修行呢 真的这个功德非常大的 所以呢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谢谢大家 先走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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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三说海呢 是这个诸师的名称 就诸师的名称叫做三说海 三说的意思呢 让这个完整无缺的宣讲呢 达成如菩萨行人的神神的意义 那么这个教证和例证呢 相当的丰波就像是大海一样的 所谓的大海呢 就是一切暴藏的来源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一些教法正法的来源呢 就是这部论兰就是用这个比喻和意义相结合的方式来取名的 那么这部三说海呢 实际上是无诸菩萨造的 我前面也讲过 这里的无诸呢 并不是是印度六庄严之一的这个无诸菩萨 那么这个是藏地的 有一位叫做无诸菩萨 那么无诸菩萨首先造这部论典的时候 造这个《儒菩萨行人结诸书》的时候呢 他就有这个定理句 然后定理句呢 就是应该是大概是有分四个方面来讲的 还有历史句 他这里的定理句呢 有中的定理 观世音菩萨和分别的定理 释迦牟尼佛 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还有这个寄天论师 就是大概有这么多的 因为对我们这个论典呢 有直接关系的 直接关系的这几个佛呼菩萨面前 就是做定理的 首先是 就是因为无诸菩萨的心的相续当中呢 具有如此的大慈大悲心呢 全部是依靠观世音菩萨的加法而得到的 所以从他的传记当中 也是经常看到 就是他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 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 我们这个藏地呢 也经常认为是无诸菩萨呢 就是是观音菩萨的这个化现 就观音菩萨的化现 也有这种说法 所以首先呢 就是他顶礼 就是圣者观世音 观自在菩萨 就是这是总顶礼 下面用 依靠思学 就是依靠这个思学和持造学的 这种修饰方法来赞叹释迦牟尼佛 就是一边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功德 一边呢 就是祈祷这个释迦牟尼佛 这种修饰方法来赞叹释迦牟尼佛的 是 这种修饰法来赞叹释迦牟尼佛的 卖叹业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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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宣讲 顶礼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今以身准名好光 如于何者之二盘中 也能遣除心安者 观影护主前顶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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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是 神殊屏 神殊菩萨 感谢观看 神殊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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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者无珠菩萨 说者无珠菩萨 就是向文殊菩萨面前敬礼的 今世国正山开现 西齐佛子性自利 弘扬佛陀教法者 即天菩萨前敬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说着五祖菩萨 就是向文殊菩萨面前敬礼的 今时过程山开县 习其佛子兴致礼 弘扬佛陀教法者 极天菩萨前敬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风靡 唯你此佛子信众 我当欲此诗本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笔教言 连远中 长隐散所 隐奉迷 唯你此佛子信众 我当欲此诗本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